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美军航母刚从南海撤走 菲律宾交通部长鲍蒂斯塔 就与中国驻飞大使黄熙举行了会谈 并决定重启中资贷款交通项目谈判 早在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克思上台之初 菲国政府就表示愿意重新谈判 希望中国援助菲律宾铁路项目建设 其中包括苏比克至科拉克铁路 绵兰劳铁路 菲律宾国家铁路南线长途铁路 中非官员还商讨了中非海上治安的热线沟通与合作 中非海上安全等事项 另一方面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木亚尔德斯 在一场线上会议中对媒体声称 虽然非美两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 但是非方不一定会跟随美国卷入台海冲突 同时他还扬言 如果台海局势最终升级为一场大规模战争 将与美国结盟 菲律宾与美国于1951年签署了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任一方本土或在太平洋辖区的岛屿领土 军队公务船舶或飞机遭武力攻击时 双方将共同采取行动应对危险 菲律宾还希望加强与美国的经济交流 包括制造业 数字化基础设施 清洁能源 模块化核电等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 在佩洛西窜台招致中方强力反制之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8月6日前往菲律宾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 试图拉拢这一前殖民地 加强同盟关系 不过 菲律宾与之保持了微妙的距离 菲律宾外长马纳罗6日告诉布林肯 菲律宾希望大国平息风波 非方不能承受该地区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此前 菲律宾外交部4日发表声明称 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同时对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 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菲律宾如试图接受美国笼络 介入台海局势 会引得一身心骚 严重影响中非关系的同时 影响菲律宾在东盟十国中的国家地位 中国的反制措施包括停止中非铁路合作 此前 菲律宾曾要求中车大连机车有限公司 退还其38亿比锁 该比费用是马尼拉轨道交通3号线 48辆轻轨客车货款 同时 菲方还要将这些已经实现交付的机车车辆 全部退回中车大连 并称 要将制造商中车大连列入未来政府采购的黑名单 就退货原因 菲律宾交通部称 中车大连提供的车辆重达49.7吨 超出了所规定的最高46.3吨的限值 此外 该车与马尼拉轻轨三号线的维护设施及信号系统的兼容性也有问题 其实 46.3吨的重量是根据非程铁三号线 现在使用的老一代车厢重量规定的 但老车结构简单 功能单一 而中国的新车在系统配套上比老车高出很多 在制动系统方面 老车只有磁道制动和机械制动 然而 合同却要求新车具备常规制动 紧急制动 安全制动 停放制动等多个功能 要求具有更快速更准确的制动力计算 同时要求制动系统具有防滑保护功能和自我诊断功能 这些要求远远不是旧车上简单两个装置就能实现的 中方提供的是一套完整的液压电控制动系统 重量势必有所增加 再如车门 旧车的车门设计非常简单 但合同要求 新车车门有二次缓冲 二次锁臂功能 以及较好的隔音效果 在车体缸结构的强度方面 老车的抗压抗拉强度为175千牛 而对新车的要求达到400千牛 所有这些新要求都势必增加车重 在合同中 有关车厢重量有两项数据要求 一个是车厢自重 另一个是满载重量 而真正跟车辆安全评测有关的 当然是满载重量 合同中对极限满载的要求非常苛刻 竟要求车厢内每平方米占8个成年人 这种极限情况平日根本不会发生 在极限满载情况下 要求车厢的8根承重轴 每根负重不得超过10吨 而中车大连提交的最终测试结果是9.6吨 也就是说 飞方承认中方车辆在满载情况下 重量是安全 合乎标准的 但是空车却不合格 理由你超重了 这足以颠覆正常人的逻辑思维 在中车大连向菲律宾陆续交付列车期间 飞方给产品高度的认可 也没对中车大连提出丝毫质疑 怎么一下子交付完了之后 飞方这么多抱怨呢 车辆超重和信号系统的兼容性问题 在轨道产品中都不属于严重质量问题 在国际贸易纠纷中 上述问题完全可以优先通过中车大连的售后服务 如更换零部件 继续调试系统等办法协商解决 最终达到飞方要求即可 而飞方直接据此要求退货退款 方式方法过于简单粗暴 在列车的陆续交付中 中车大连发现 三号线运力严重下降的真正原因在于 菲律宾这条轨道交通系统开通 已经大约开通20年 年久失修 有轨道扭曲 轨曲不均 轨面不平 轨面玻璃等诸多不好的现象 对跑车构成安全隐患 2014年9月 中方向菲律宾交通部提交轨道状况调研报告 希望飞方进行维护或更换 但业主表示短期内无法实现 迫使中方考虑安全余量 进一步增加车体和转向架的强度 加大了车重 菲律宾就这么名正言顺的 把铁轨的问题甩给了中国产品上 再者 菲律宾政府与其国内私营合作伙伴间相互扯皮严重 都想各自多分点利益 这让列车开通的效率严重滞后 在中车大连取得此次订单后 日本当时就横插一脚 直接拨款28亿人民币 帮助菲律宾修其他地铁 莫非是这样 新上台的菲律宾政府 看到日本这般示好 就想把和中国的订单让给日本 可合同签了 不能没有问题就随意退货 于是菲律宾就找了车辆超重 和信号系统的兼容性 这些鸡毛蒜皮的借口 以此来逼中国退货 此次菲律宾取消和中国合作 转而与日本签订合约 让菲律宾的信用在国际上大打折扣 日本之所以为菲律宾提供2000亿资金建设地铁 主要还是为了获得高价的高铁订单 这也让日本没有多少利润空间了 建设完成不到两年 日本建设的高铁就出现了真正的质量问题 先是出现了神户钢铁数据造假的事件 后又出现了高铁在运营的时候晃动严重的问题 不仅如此 车厢内的空调严重漏水 民众表示抗议 菲律宾又再次考虑与中国达成高铁建设的合作 在2021年12月 菲律宾与中国中车诸州电力机车公司达成合作 将会向菲律宾出口三组内燃动车 并且帮助完成铁路提速和建设的工作 而日本曾经建设的铁路早已经年久失修 到目前为止 中国和菲律宾已经达成了三个项目的合作 设计的总里程达到1500公里左右 菲律宾定下目标 在五年内建设1900公里的高铁 虽然我国一直与人为善 但是介于之前菲律宾不诚信的行为 此次合作 菲律宾必然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此外 中国还可以中断中非海上安全合作 对菲律宾侵占岛屿采取措施 近日 菲律宾方面试图强行闯入仁爱礁海域 为岛上士兵提供补给 遭到我国海警船拦截 对峙的照片公布在网络上 照片中的菲律宾海警船 是从法国购买的FPB-72型巡逻艇 而远处的中国海警船是近些年才装备的818型巡逻舰 FPB-72型巡逻艇排水量只有72吨 比很多民用渔船吨位还要小很多 中国的818型海警巡逻舰属于大型巡逻舰 它是在054A型导弹护卫舰的基础上 重新设计改良而来 其满载排水量能达到3800吨 不仅有完善的武器系统 还能搭载一架直久舰载直升机 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显然菲律宾海警船完全是 躺臂荡车 皮肤汉术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